在甲板上泡水享受日光浴 显然太多 船上还有五个游泳池 当局为了迎接上百万个足球迷 前来超胜 杂大前租下了三艘像这样的超大豪华游轮 游轮的处女航献给卡达 因此在船上举行匿名仪式 333公尺长的MSC Europa 有22层甲板超过2600个房间 能容纳6700多名乘客 应有尽有不是开玩笑 船上内建13个餐厅 各式各样的一国风料理 任你选包你绝不喊你 吃饱想散步帮助消化 还可以逛逛超奢华的室内购物中心 或者如果想续摊 信奉伊斯兰教的卡达当局 还为国际旅客破戒 船上酒精不设限可以无限畅饮 但是赌场则是在比赛期间全程封管 轻快的音乐营绕主甲板 仔细一看背景的螺旋状建筑 是船上号称毒蛇的大型溜滑梯 有11层甲板高提供急速刺激 如果怕热想消暑还有滑水道 让乘客在沙漠中透新凉 说到这里有没有勾起兴趣呢 只要有氏足票并拿得出最低 一碗一万一千台币 就可以入住这艘海上饭店 不过如果想要在最贵的高级套房享受极佳风景 一晚则上看好几十万元 卡达是历史上主办市族赛的最小国家 空间有限才想出租邮轮当球迷住宿的奇招 如今赛城前两个礼拜的房间已全被订光光 想要加入要买要快 近期新闻的这一众江青新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